为什么说刘昊走魂的龙马精神 相信我能说在最近这段时间 两个电影是最让我们期待的 毫无疑问 肯定是成龙大哥主要的电影龙马精神吧 要知道就在时间里面 成龙大哥是越来越不少了 他的电影可谓是拍一部少一部 以后可能很难再看到成龙大哥的电影了 可是我们也会发现一件事情 成龙大哥在这部电影里面发布还算可以 但他的搭档发挥就已经不好了 没错 他的搭档也算是老熟人了 被称为是新一代模拟的狗浩泽 也就是说如果不要说就这部电影 他的角色让观众感到是本事的话 那么狗浩和狗浩泽 我们暂时就不说天外他特意识的事情 我们完全站在剧情的角度来看来 好几个角色 真的是让我们看得到很尴尬 狗浩泽发布环境的时尚了 剧情里面狗浩泽饰演了小宝 是武行老婆多年为了母爱 而是所以他会找小宝的意义 主要是因为小宝的男友 就是那个国际艺术演员的律师 林先生他们便开始了激烈的事情 本来按照我们的狗浩泽来看 小宝这个角色是发挥的剧场多的 只要刘浩泽不作死的话 这个角色想必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 可说不知刘浩泽去着实外脱了 龙马精神的最大败笔 首当其冲的那就是演技问题了 也许是因为前几部张艺末的电影 像一秒钟也让她是上滚的 但观众物认为刘浩泽是个非常有解析的演员 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剧本就不出彩 毕竟是张艺末的电影 因此到了龙马精神这部电影开始 我们会发现刘浩泽开始 逐渐展露了一个水平了 故事推进到周末期开始 龙马精神反不完全拿捏不了 小宝斯的理由了 我们都不知道刘浩泽演的是小宝 还是作为一个小弘强的马小远了 因为我们会发现刘浩泽的电影 完全是在一个模型里面的可穿的感觉 完全不够我们的观众看的 尤其是这部电影还挺逐利用 追求连续连速的角色来据合作 但很隐瞰 这种方式 并不是这样的 最后 我觉得好看龙马精神的演技舞台了 事实上 这部电影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 它为了角色 人设也是很危险 实际上 这部电影的人设让观众失敌了 要么这个角色本身是个正面角色 剧情却屡次三番让这个角色智商降费 越往后 这种降制的骚骚做就越多 仿佛到了后期 编剧已经是完全放弃治疗的状态来推动机型了